你好,想弄点啥? 老板,我几天,我跟你说,绝对发财了 发财了? 对 有好事 有好事 你也看 你也看 姻缘 对,我在乌尔街认识了一个老先生 六七十岁 我感觉他啥都不懂 我捡漏了 捡漏了 我先看看东西 三块大头 对 甘肃家质 就是 就这一块,我感觉到 我这一辈子要吃香了 吃 就凭这个 对,这老显然我明说 绝对是骨灰极了老山家 但是他啥都不懂 他老没 只老手上 他假的猪穿了 而且 哦 我先看看东西 你也看 好吧 他希望扎下 我先问一句 你这三块银是花多少钱 入手的 你想看看它的价值 我再给您说 多少钱 行 你也都摟摟看 咱俩看 我看三块银元 从鞭齿上看的话 都是老的 都是老的 你这句话 我跟你说 我得摸摸摸 我不摸 我不摸 别摸 别摸 十年大头 没问题 普通的 我问你 这不咱俩 就看那一个都行 这个也没问题 这都没问题 都看另外一个 都夹字了就行了 看这个 对 这个夹字了 我可以告诉你 我说实话 我这梦寐以求的姻缘 你知道我梦了多少年 我明天都在做梦 你先别着急 老哥 我先跟你说一下 甘树夹字 应该从鞭齿上看 确实是个老姻缘 你再看这面也没问题 好 你别看了 肢解骨架 对 一步到位 得骨架 老哥 你说你简陋了 首先 你应该知道 这甘树夹字的大头 算大头里面大头王 对 咱平常能见到的 最贵的大头了 像这个贫项 如果说是东西没问题的话 肯定是 20万以上的东西 对啊 我都冲上极客的W来的 但是老哥 你既然了解大头 你首先看一下 甘树夹字 它首先得是甘树版的大头吧 对啊 现在这个大头可不是甘树版的 你看一下 首先你看一下这个名字 这明显的是一个断笔名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这边面的夹核 这夹核也是断笔名的夹核 嗯 这跟那个甘树的一点都不挨 错完毕 沿用的错完毕 不不不不不不 我给你说一下啊 嗯 在 2000年左右吧 就那个 那个那个时间段 嗯 市场上有一段时间 就流行 用这个老银元改客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改客的 改客的 把这个断笔名 普通的断笔名大头 改成甘树夹字 嗯 你要是说对银元不太了解 你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说你只要是玩银元 玩大头银元 玩的时间 稍微玩 我感觉就玩两个月以后 你就会发现 发现问题 你甘树的 它不是甘树的大头呀 咱就把这俩这给盖住 它就不是明显的 这就不是甘树的大头 我明显了 再一个它是断笔名的 你改客的 银元是老的 普通的老银元 改客成甘树夹字 嗯 你这种理解 是非常有局限性 我敢让跟你说了 它错版 有可能是错版比 错版夹甘树夹字 老哥你你那是想象想象 只能说是想象 你那个想象的太那个啥了 嗯 我说2000年左右改客的 嗯 距今现在也20来年了 能到可以市场上有这种 嗯 但是只能这个算啥 趣味品 但是不是干 真正的甘树夹字 大头王 嗯 老郑我一直想问你 你这三块银元 是花多少钱 嗯 来的 说实话这音乐啊 我是兼肉兼的 一个两钱 一个两钱 对 就因为它不懂 哈哈 咋说啊 一千多块钱 嗯 一千多块钱 你可能看到这个甘树夹字了 嗯 对 你卖两千你上去就买了 对啊 我都冲了这一块大头去了 那你只能说是 嗯 咋说呀 你这两块普通的大头发 也就一千多块钱一块 嗯 这一个呢 甘树夹字的 那可能 给你最多价格多少 嗯 价格工钱呗 嗯 几百块钱工钱 那我感觉你不是 价格不便宜 你还给我吧 还给我吧 这个东西还是你的 这个东西我感觉说是 比较 实际 就是库存量 估计在我这一面更贵 那行那行 那你要不然你就好好保住吧 就我都保住了 我都感觉过个一百年二百年 你绝对是大 光化光化